很多人都喜欢吃苹果 金苹果营养丰富 所以街坊也有说 一日一苹果 医生引领我 多人说早上金苹果 晚上读苹果 那这些说法 究竟对不对呢 那究竟有什么时候 吃苹果比较好呢 以及我们怎样吃 才可以那么好地 吸收苹果的营养呢 那大家好 我是谢医生 这一期影片 我们再来讲讲苹果 苹果是属于 长眉科、苹果亚科、苹果粗 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粗 更主要分布在北温大地区 包括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全球苹果粗的植物 大约有35个种 那我原生的有27个 其中野生种21个 栽培种6个 作为温大地区 重要的木本植物类群之一 苹果粗植物 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 还要兼备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是全球重要的经济树种 在树果领域 食用苹果含有丰富的 维他命、食液纤维和抗氧化成分 不仅可以鲜食 还可以加工成为各种的食品 是全球日常饮食中 不可划决的树果之一 苹果家族其实非常庞大 强健的品种非常多 虽然不同品种的口味各有特点 但它们的营养成分大致是相似的 每100克可食部分的苹果当中 糖类提供的能量可达180千超以上 可溶性糖含量一般在8%至13%之间 只要是葡萄糖、果糖和蔗糖 其中果糖是转到糖含量40%以上 苹果酸味主要来自苹果酸 柠檬酸这些有基酸的含量 其实都不高 有基酸是苹果中的酸味的物质 维他命方面 维生素C不单可以帮我们增强抑抑力 还可以预防和治疗一些 揭血性贫血、恶性贫血和怀血病 出动胶炎形成和类固醇的代謝 维持鸡甲和牙齿健康 尽快是细胞膜的完整度 而且它对一些有害物质 例如炎化物、深化物、本、细菌毒素 这些都有解毒的作用 苹果中有维他命C 每100克大概是3毫克 不过在树果当中算是比较少 比起橙、苹果、蓝莓都要少很多 甚至都不宜大白菜 虽然水果的有基酸含量 热高吃起来热酸爽 但决定水果酸甜口感的关键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它的糖和酸的比例 如果水果的含糖量高以含酸量 吃起来就偏甜 反之如果酸的成份转了优势 水果就会显得更加酸 另外水果的有基酸含量 和维他命C的含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比如柠檬 它非常酸 但是它的维他命C含量 不一定是比其他水果高的 苹果的维他命含量 其实在水果中也不算丰富的 苹果中的腺脂纤维 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素 包括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 总含量大概是转1.8% 其中不溶性纤维是占到1.4% 另外苹果还有富货抗物质 例如淡 鸡 鸿 铷 鸿 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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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的油量 这些微量元素 中上所述,我们苹果的水分含量高,含量低,同时含有一定量的维他命亚,抗物质,腺炎纤维和果酸 是一种营养均匀的健康水果 不过有些研究人专门做过苹果和一些健康的调查 他们将那些受访者分为经常吃苹果的人 每日平均吃149克以上,相当于一个小苹果 不经常吃苹果的人两组收窄过去一年,他们看病的概率 结果发现,两组人看病的概率没有明显的差别 即是说,房间经常说,吃苹果保平安或者苹果让医生远离你 其实这样也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而且,如果每日只吃一种水果给苹果,这样是不符合 善食指南提倡的食物多用法和营养均匀的理念 更有些朋友问,自己身上,究竟吃苹果要不要吃苹果皮呢? 那主张大皮吃苹果的人认为,这个苹果皮呢? 附行腺食纤维的营养均匀 去到这个皮呢,就丢了那些营养了 特别,类黄酮作为苹果中一类主要的多方类物质 那苹果中的类黄酮只有四大类的 即是黄炎醇,黄酮醇,乙氢茶耳酮和花青甘 黄酮醇大多数存在于果皮当中 那花青甘大多数存在于红色苹果果皮中 一般来说,苹果是附行类黄酮 那果肉中的类黄酮含量少于果皮 所以呢,有些人觉得苹果去皮呢? 它会去到一些营养素 但是呢,其实呢,苹果皮上面 都可能有些果辣,或者是其他有些农药的残留 所以食皮呢,都可能会增加食物安全的危害 所以呢,如果你是觉得不保险,就去皮吃 那皮中的营养素呢? 完全是可以通过其他的线食 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补偿的 那由于现在的苹果质量呢,不是那么好把握 我自己都是建议大家不要吃苹果皮了 我个人是不吃苹果皮的 那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呢,见到 局部腐烂的苹果 可能他就不想浪费食物的原则 喜欢切了部分变质的 那然后呢,他就会继续食用 之前没有腐烂的那份苹果 以为吃了没有腐烂的部分呢,就没什么事 那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时候的苹果呢 已经变成毒苹果了 那烂苹果,我们立即要丢弃的 那没有腐烂的那部分呢,都不建议再食用了 所以呢,我们日常买水果,就不要太多了 按需求买,多吃新鲜的水果 这个就是因为呢,苹果局部发生腐烂变质 会产生积累很多真菌毒素的 那由于苹果里面的果肉部分呢,是相通的 那真菌、霉菌这些就随着的质液呢 在内部蔓延的 大量呢,用眼看不到的果肉呢 可能就已经被真菌或者霉菌占领了 所以呢,这些毒素已经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于虎南、部位、周围的组织当中了 那有些朋友会问,自己身上呢 听说早上金苹果、晚上毒苹果是否真的呢 其实呢,从营养价值来说 不光是早上食、早午食或是晚上食 其实呢,苹果价值也没有改变的 那从早晨的时间档来说呢 早上我们空腹吃水果 这种方法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早晨空腹的时候呢 我们的肠胃比较空的 那虽然从能量负荷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呢,它会增加我们胃长度的负担 还会出现腹胀、腹痛、腹舌的情况 那从晚上的时间段来看呢 之所以会有毒苹果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 晚上额外试日过多的苹果或者其他水果 会导致能量试日过多 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 容易引起肥盘 但是这种说法的前提是 因为虽然苹果或者其他水果量比较大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晚上小量的吃苹果 是不会达到有害的程度的 另外呢 建议大家 吃完一个苹果的时间长到 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 这就是因为呢 苹果是有基酸 可以一定程度上 抑制我们口腔的细菌 所以呢 苹果在我们口腔里面 时间热长呢 就会使这个有基酸 和口腔里面充分的接触 对我们口腔环境更有益 另外呢 我们苹果吃得太快 我们咬得又不那么充分 那保护胃长度的作用呢 都会打折扣的 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吃苹果的时候呢 慢一些 至于呢 什么时间段呢 吃苹果比较好呢 其实就是 关于什么时间段 进食水果比较好的问题 如果没有任何基礎疾病的 是控制好量的情况之下呢 任何时间段都可以进食水果 如果是糖尿病 或者是肥胖的人群 或者是这类人群呢 对能量控制需求呢 比较高 那又建议呢 将水果当成家餐 放在两餐之间食用 尤其是当作下午家餐呢 更加适合 这样就不会试入过多个月亮 对身体有益 不过呢 从中医角度来说 苹果被认为属于 寒粮的水果 无论是直接食 或是加工成果汁 果醬 的性质都是相对偏寒的 根据中医呢 银行 银行 隐纳 质商费的理念呢 过多食用 寒粮性质的苹果呢 可能会导致肺气受损的 特别在寒粮的季节 或者是本身体质偏寒的人群来说 过多食用 苹果很可能 容易引起吸收 或者是气喘 这些肺部不息的情况 另外呢 苹果属于寒粮性质的水果 对于匹围虚弱的人来说 过多食用 可能 它会损伤我们匹围的阳气 导致腹脏 这些症状 多谢大家